大家好 我是Data 很久沒有去過火鍋了 今集我們會去尖沙咀的當檔牛刷鍋 介紹這間餐廳的原因 因為它有一個澳洲和牛 任飲任吃兩小時 價錢只要是164元 除了晚餐同價 星期一至日都是同一個價錢 所以這個價錢在尖沙咀 任吃火鍋來說就算很優惠 現在我先介紹一下交通路線 要去餐廳我們在尖沙咀站B2出流出 這條是金馬輪道來的 我們沿著金馬輪道向前走 大約都要走兩十分鐘 走到尾轉左手邊 再向前走很久就見到餐廳 餐廳由10點鐘開始 我早了五分鐘來到 我趁機拍攝這間餐廳的環境 工作人員說這間餐廳開了三個月 所以裏面的環境都挺新正的 這間餐廳的面積都不算小 特別是座位算是分得比較開些 如果是坐在中間的卡位 那個環境挺不錯的 有些是自成一個的感覺 因為這間餐廳是一人一鍋 所以它的桌面面積就需要比較大些 而我覺得它的餐桌面積都算不錯 火火配料就放在廚房那邊 不過看到火火配料就不算是很多 我覺得它的選擇就比較少些 還有雪櫃就放甜品 它的甜品就全部是獨立包裝 一盒一盒 另外它有個櫃就放雪糕 雪糕的牌子就會比較普遍 另外飲品就有兩個雪櫃 汽水方面就用些支裝汽水 還有其他飲品都比較新奇 在香港吃和牛的價錢不算太便宜 不過這間餐廳和牛任食都是$164 現在我們再介紹一下 它的澳洲和牛放題套餐 120分鐘喝喝任食 原價是$328 現在半價是$164 不過加一的時候就要跟回原價 加完一之後總數應該大約$197 下午時段應該是12點到3點半 夜晚時段就5點鐘開始 至到晚上11點 就是入座計算2個小時 其實沒多久之前 那個放題套餐都是90分鐘 最近加到120分鐘 所以就抵食了很多 大家叫過餐之後就選擇湯底 湯底有5款 我選擇了壽起燒 飲品就要不喝 我第一支拿了檸檬紅茶 主要是這個牌子我沒有見過 雖然檸檬茶的顏色比較深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淡 瓶很美 但飲品就一般 甜品的雪櫃還有些前菜 前菜同樣都是獨立包裝 我拿了鑼肉和海折 這個海折真的蠻好吃 雖然海折比較碎 但很入味 另外這個海折還有點爽口 好,鑼肉其實也不錯 同樣有很多醬汁 也很夠味 但跟海折比真的相差多遠 湯底我選了壽起燒 見過壽小小小 不過我一個人就差不多 大部份火屋配料都在外面拿 除了澳洲和豬肉 這東西就需要問工作人 但吃完後就可以再嬌 同樣都是任吃的 第一碟我們當然是烤一些芋頭 試一試 芋頭一下去很快就熟 這個澳洲和豬就切得很薄 但也挺大塊 不過脂肪不是太多 只要吃的時候 味道比較淡 加醬汁後味道會好一點 這個澳洲和豬的水準 比較一般 接著就加些豬肉試一試 見到豬肉也切得很薄 但也很大塊 接著吃的豬肉有很輕微的甜味 肉質也可以 接著就加些醬汁 豬肉和醬汁比較鑑 所以怎樣用醬汁 豬肉蠻好吃 除了剛才那兩款肉 還有另外兩款 這邊就是安甲絲牛 這邊就是新西蘭牛 本來應該每樣一碟 因為我不想吃那麼多 工作人員就幫我搞了一個雙拼 看樣子 其實這兩款牛 都不給澳洲和牛抄 就這樣吃 我覺得安格斯牛 比澳洲和牛更好一點 味道就不錯 但不知為何肉質 有少許碎碎的感覺 而且的確比較瘦一點 點完醬汁後 我覺得安格斯牛 直接完成澳洲和牛 這個紐西蘭牛肉 就會再大塊一點 紐西蘭牛肉質會比較暗 但肉味也不錯 不知為何幾款牛 都會比較瘦一點 而這款牛和醬汁也是挺合 點了醬汁後就好吃很多 第二罐飲品 我就拿了金吉檸檬 同樣這個品牌 我未試過 這罐金吉檸檬 好喝過剛才的檸檬紅茶很多 起碼味道酸酸甜甜 火配料裡面的丸類選擇比較多 我就隨便撿了幾款 我們先試一下公園 這個公園的質地比較密 所以吃的時候有點硬的感覺 但公園很香 而且裡面還有少許汁 所以味道是不錯的 接著就試一下芝心丸 大家可以見到裡面的材料真的很多 另外這個丸蠻好吃的 不過大家真的小心一點 因為裡面很熱一下 隨時辣到口 這道腸就一般 裡面好像沒什麼芝士 我懷疑它未必是芝士腸 龍蝦丸都幾大顆 龍蝦丸的樣子不差 吃起來就一般 感覺上比較鬆散一點 而且也沒有味道 接著這一盆我們試的是蔬菜類野 金菇跟湯底蠻配合的 所以味道蠻好 書籠真的蠻麻麻的 質地都OK 但吃起來真的淡然無味 冬菇就不錯 吃的時候冬菇就很柔軟 而且還有菇味 其實菜有幾款 不過我只選擇了魚衣甘蘭 這個菜就剪了壽喜燒 吃的時候都甜甜的 挺好吃的 甜品我剛才看到有紅豆沙 不過現在就沒有 剩下一個啫喱 另外就拿了咖啡雪糕 啫喱又是獨立包裝 其實這個啫喱很香 嘩這個啫喱很實 啫喱質地很不錯 不過味道不夠濃 差了一點 這個雪糕我們也有見過 這個咖啡雪糕的咖啡味 就不算是太過重 味道都可以 今餐就164元 加完之後總數就197元 雖然它就寫了90分鐘 其實現在就吃兩個小時 在尖沙咀任喝任吃 和牛火鍋兩個小時 價錢不需要200元 這個大大肉鍋就算是划算 而且一至日都同價 晚餐也是這個價錢 這個的確是一個優點 不過它肉類的選擇就會比較少 另外火鍋配料的選擇 都不算是很多 餐廳地點都可以 地站走過來都不需要很久 另外餐廳環境都不錯 工作人服務態度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當當牛擦鍋 在尖沙咀來說 是一個抵食之選 特別如果大家是吃肉獸的話 這間餐廳都可以想想 今集就介紹到這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